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早前高调访问俄罗斯 期间朝鲜军方还进行武器试射 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韩国今天撂狠话警告 如果朝鲜动用核武 威胁韩国乃至全世界的安全 美韩两国势必联手 摧毁朝鲜的独裁政权 韩国总统尹熙悦在今天的 韩国建军节75周年 阅兵仪式上向朝鲜放话 他强调除了美国 韩国也会致力加强美日韩同盟 在国防安全领域的合作 韩国会加大军事和国防领域的资源 增强防卫能力 尽管天空下着雨 但韩国在这场阅兵仪式上 依然展示了导弹 导弹拦截器 无人侦察机等多种武器 规模堪称十年来最大 除了动员上千名韩国士兵 还有大约300名驻扎在韩国的美军 参与这场阅兵式 中文字幕提供